上小学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三原色是红黄蓝 等上了初中,物理老师又告诉我们光的三原色是红绿蓝 为什么偏偏是这三种颜色呢? 其实,科学定义上的三原色有好几种 而生活中,最容易让我们弄混的是色光的三原色和颜料的三原色 光的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的三原色是红黄蓝 光的三原色,我们用RGB来表示 R代表红色,G代表绿色,B代表蓝色 RGB这三种颜色的组合几乎能形成所有的颜色 色光三原色是加色法 这一点请大家务必记住 因为我们摄影照片中所应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让我们通过Photoshop这个软件来制作一张三原色的照片 来印证一下色光的三原色的加色原理 在填充颜色时,我选择了R为255的纯红色 填充上B为255的纯蓝色 填充上G为255的纯绿色 现在这三个原色都已经填充好了 三个不同颜色的大圆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把它组合在一起 再将这三个图层的混合模式改为绿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把图放大一点 这样看得更清楚一些 从这张图中 我们可以发现 三个原色相交的位置 产生了新的颜色 红与蓝相交产生了阳红 红和绿相交产生了黄色 蓝与绿相交产生了青色 其实这些新产生出来的颜色就是三原色的互补色 红色的互补色就是青色 而绿色的互补色就是阳红 蓝色的互补色就是黄色 这六种颜色的香蕉就产生了白色 这样就印证了我们所说的色光三原色的原理 RGB三原色之所以存在 是与我们认知的原理有关 许多科学家研究发现 只有RGB这三种原色就可以模拟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颜色 那为什么叫原色呢 我将在下期给大家继续介绍 好,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